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长见这个形容室我就不知道 我就不敢讲了 但是对岸的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公开宣称说欢迎我们加入 我想希望很大 希望很大 但是你还是没有把握拿到门票或者入场券 没有正式加入前我们总是还是要谨慎 乐观 好 谢谢 那另外这个台积电前两天举行员工运动大会 张老爹 张忠摩先生呢 他已经宣布要加薪 那核硕呢 这两天也表示他们会加薪 那另外我看到一些资料 国内金控业啊 有十家在前三季啊 它的获利破百亿啊 可以说是创历史的这个新高 那其中呢 包括我们的工股或范工股呢 有包括四家像 赵峰啦 第一 华南 合库等等之类的 那我想现在是十一月中 那大家都关心这个加薪 也关心年终奖金 那么金融行业啊 也是血汗行业 所以前不久台北市劳动局对金融业进行劳动检查 也发现啊 有很多超时啦 没有给加班费啦 有劳动血汗的这种情形 所以我不晓得我们工股行库啊 会不会有这个带动的一个风潮 如果他们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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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你晓得吗 他们都有加 那其他几家呢 就赵峰第一华南我看都会加 赵峰第一华南都会加 那其他呢再看情形 彰化合库我想应该也都会 因为获利都很好 彰化合库也会 所以你现在 你今天证实大概有五家会加薪 我想应该会 至少我了解的赵峰第一华南大概都会加 所以八家公国行库 现在确定里面有五家会加薪 加薪的幅度呢 当然不一样 有些是用用奖金有些什么 大概三趴四趴的都有了 是好 那另外哈 正所税你刚才提到正所税 因为我们这个礼拜 礼拜五很可能就是一个 重要的关键时刻 那这个你刚才讲说尊重立法院的决议 那立法院现在的方向可能有两个 一个有可能是照红版国民党版 现在送在里面的一个等待 通过的一个法案 另外也不排除有可能直接废除 因为国民党的这个主席朱立伦讲说 他不排除 他也认为如果立法院要废的话也可废 那前两天我在立法院 请教你们三位财经巨头 那你个人呢 意见有一点点不一样 你认为说还是应该要维持 现在送进去的国民党版 那如果说我不晓得你这个礼拜有没有 就是意见比较软化 如果说立法院这个礼拜五 那决定说要把它废除 那你还是表示尊重 你不会极力抗拒 或者是运作 就说反对 委员 其实我上个礼拜 上一次表达得很清楚 后来我们三位在这里 当然后来彭总裁也有发新闻稿说 他没有赞成废除 我是认为这两个的 经济的实质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国民党团版跟废除版 那个经济的效果是一样 不过国民党团版有个好处 保留了证所税 未来不会再争议了 也不用再修改条文 又要像某些人讲的 说证交税里面又包含证所税 其实这个就包含了嘛 所以我是认为这个比较 第一个你的态度没有软化 但是如果立法院的决议是要废 你还是会尊重 如果要这样可能要有一些配套 就如同某些人讲的 就是说诶 我们的证交税又包含证所税 但这句话能不能写得下去了 那照你这个口气的话 第一个你现在还是持反对的意见 第二个你这两天会极力抗拒 或极度的游说运作 不要让废除了 因为我尊重 我就是觉得这个案子 纷纷唠唠这么久 其实赶快给他拍板定案比较好 所以你虽然持反对意见 但是你不会去运作 你不会去运作 因为有时候部会首长 他会去运作 我不会 你不会运作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那所以就是你虽然有意见 但是你不会去运作 也不会这个极力抗拒 那我们就了解你的态度了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101的这个董事长的事情 大家还是很关心 那因为11月27号 就要送董事会了这个名单 那当然也不会那天才拿出来 那你上个礼拜有提到说 你们现在在积极的这个寻觅才当中 不想找到了吗 委员有一些人选 但是需要当事人 还要征选当事人 另外还要院长的同意 那你们明代已经提报院长了吗 有跟院长在交换意见 所以已经有人选产生 我听说有一些部会首长 或者行政院的长官 那因为对于明年总统大学没把握 所以在积极争取这些位置 那外界也有很多推进人才 是这样子吗 你报给院长是三位呢 还是只有一位 超过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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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三位 就两个 是 我大概知道是谁了 我大概知道 我大概心里已经有数了 那所以我才会这样子问你 那接下来呢 因为今年有可能是101最后一年半烟火 因为这个明年开始 因为附近有工地有高楼大厦盖起来 那到时候可能有安全性的考量 所以今年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的烟火 那我们很多中南部的民众 还有很多青年朋友也在询问我 因为如果今年是最后一年的话 那很多人就说 那他可能一定要到现场来看 所以像譬如中南部上来的 有的要安排亲友家住 有的要订饭店 那在台北的很多青年朋友 他们也要说 他们要规划行程 往年没去的 今年未来很可能是 已经不可能再举办了 今年会最后一次 所以他们一定要到现场 所以有很多青年朋友说 如果是确定是最后一次的话 那他们今年要到现场 所以他们要规划他们的假期 或当天晚上的行程 所以部长 今年是最后一次吗 我不希望是最后一次 他们会谈这样是因为成本越来越高 去年三千万 今年涨到四千五百万 他们认为明年会五千万 所以找赞助厂商 有人赞助 但是他们又要形象 不是说出钱就好 你是卖烟酒的 烟酒广告他也不要 或者是卖一些相关形象不好的 他也不要 所以变成说那个赞助厂商比较难找 所以安全不是最重要的考虑 是赞助上的问题 是成本提高 今年未必是最后一年 不会未必 未必 那大家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大家可能心里就知道 我会希望新的董事长 总经理 我们公股代表支持 因为这在国际上 入联的机会 我们的101烟火 跟雪梨烟火 伦敦纽约的烟火 都在电视上都有 对所以他在台湾 他全世界是有能见度的 对台湾有很行销很好的作用 所以呢我们不要轻眼的放弃 是 所以有人讲说 展进今天是最后一年 可能也有炒作的意味 附近的商家 有点炒作的意味了 是 那财政部并没有说 今天是最后一年 是没有没有 OK 这是很重要的讯息 是 那另外当然就是101 现在那个顶薪的股份 现在黑石已经进去这个 有关实地查核了嘛 那第一步大概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那有关于顶薪 黑石要换顶薪的股份 这部分呢 你是希望在宋文琦董事长任内 能够把它完成 还是说没关系 慢慢来 等到下一任董事长也没关系 因为可能11月底12月 宋董事长他可能 我看没有这么快 是 所以不急 宁愿就是要仔细的考量 那仔细的查核 那政府要好好的 还在提供资料的阶段 是好 那这个讯息很重要 就是说 并不会说 因为如果说你急的话 那变成宋董事长任内 他要赶快去完成 那有时候会失之粗糙就是了 所以这个事情 你们会好好的处理 这样子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